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xt Gentleman賽馬的時間 今晚谷祖爺賽八場 時間什麼要趕一點 因為近日比較忙 所以一月幾日網 介紹兩個場次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個場次是第五場賽事 第五場賽事 這場大熱門就是色多幅 我本身不是很喜歡這隻馬 上次已經是黃俊 今次是黃俊 所以沒有什麼賺到榜 第二件事上次是超慢捕捉的馬 頭段25秒19 第二段23秒17 末段22秒01 當然他做到末段22秒01是不錯的 但其實今晚的捕捉 晚上回來 其實不是這麼說服力 對我來說 加了7分 來到菊草 應該是首次跑 菊草是首次跑 一個問號第二是九檔 上次是很輕易埋到南 今次九檔 做不做到這個形勢 有沒有這樣的捕捉 會否認菊草 很多個問號在這裡 所以暫時是大熱門 我就不會沾手 拖一下腳 這些最多 我就選三隻做鐵角 駁一駁一駁一駁 吃多福死 第一隻是很有益 好有益上場 沈拿發揮得非常好 其實夜馬姿態挺好的 雖然他是貼內欄 但追過一隻雷霆導彈 都是挺輕鬆的 追過得 加了7分 其實算是少的 我覺得今次證明菊草能力好 四檔不是太差 黃浩南夠不夠勤力和爛正 鏟上來 駁一駁 因為其實黃浩南 我覺得他騎工都不差 現在又減5磅 抵小一點 平榜增幅 平分增幅 其實可以繼續買 有9.2倍 第二隻介紹的 真心儀 真心儀上兩場比較差 田草千四谷左650 但看看今季第一場初出 那場1200米 又是跑得很好的 那場 英知謀成大四起 那場二我記得 就是你放頭的 不是英知謀成也贏不了 真心儀在較後位置 撲上來追得很厲害 可能因為新鮮感和很多因素 但今次回到谷左1200 田草千四輸完谷左650輸完 回到谷左1200 竟然 評分由53分再降到49分 曾經都是一隻明星馬 初出贏了四個馬位之後 那時52分 沙田現在49分 當然今時不同往日 但是拿回今季初出了賽職 衣場 排八檔背湯尾 亦都有配備變動 可以同景 那不怕買 第三就是仲彩 仲彩上場 其實我已經有留意了 47本的時候 他跑過第五 沒有鏟爆我任何東西 跑第五 但是走光了 角能上次發揮OK 其實十檔都會撕在裡面 撲上來走勢接近 這次最好的就是排了內檔 減了兩分 排了內檔 其實是一個幾合式的檔位 預期會再有少少進步 這樣這場5.6倍都合理 所以這場鐵三角就這樣買了 那三隻好有益真心意 重彩連贏位鐵角20元條 威治Q好有益真心意 重彩威治Q40元條鐵角 加多20元 讀人真心意 可以掃的真心意 在這裡 既然他是最冷 在我三隻選擇當中 買真心意讀贏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可以的話 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在這裡 按訂閱或訂閱 去支持一下我 多謝你們 下集再見 拜拜